这一节我们要看到重书曲面当中的N混合 首先呢我们在场景当中准备了一个Nervous物体 这个物体呢有多个曲面所围绕而成 中间呢形成了一个破洞 我们要使用这个命令呢将它的破洞给补起来 说到补破洞我们可能很直觉的会想到使用创建封口曲面的命令 但是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呢发现无法侦测到任何边的信息 所以表示呢现在当前无法使用封口的创建来执行我们补动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我们点击激活N混合的按钮 看到Nervous工具箱里面启用的是创建多边混合曲面的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呢跟我们场景中的状态非常的类似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透过拾取这四个破洞的边来将我们的多边混合曲面给构建完成 点击然后再点击 再点击发现中间点击的时候曲面出现错误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依次把它点完然后右键结束就可以完成我们创建多边混合曲面的一个动作 注意在点击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先点击相对的边 好再交叉点击 这些顺序呢是没有关系的都可以制作出效果 在底下的多边混合曲面卷展栏呢我们可以勾选翻转发现的命令将它发现翻转过来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制作补动的效果 进入曲面的次物体层级选中我们刚才制作好的多边混合曲面 发现底下没有展开多余的卷展栏 唯一只有在曲面公用的卷展栏里面 告诉我们现在选中的是多边混合曲面 好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效果制作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